關於這個人次編制的建議 其實都涉及很多是小學的老師、主任、校長的新級的調整 我對於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 需要增加在小學裏面的主任級的教師的職位數目 我這個原則上都是表示支持的 至於其實我多年來對於香港整體的教育制度 我都覺得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似乎就偏重了越高級的、越高班的得到資源就越多 大學其實資源真的相當豐厚 但是去到中學、小學以至幼稚園 就是越低年班的似乎整體上的資源反而是少 我認為我們中國人這句老話 三歲或八十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實低年班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學前的教育也是相當重要的 對於小朋友一路成長以至將來的未來都是相當重要的 我認為是增加了多的資源 我支持 其實幼稚園都改善了 比以往好很多 我覺得這個政策上的改變 我覺得都是支持的 小學其實對於小朋友的成長 其實有很多是課堂以外 或者是純粹教學以外的各種工作 以至是真的需要有正正式式的主任去負責 這個我是同意 所以既然是這樣 相應上的待遇也都有所調整 這個我個人是支持的 但是我想問一個相當具體的問題 就是因為香港的出生率低 實際上現在看到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們各行各業都叫青凡不折 就業人口都下跌 將來補充的人手會怎樣呢? 如果看出生率就很擔心 所以其實比如說小學來看往後下去 其實說每一年我們就學的小朋友數目 其實你一定有估算 究竟是一路跌下去 要怎樣呢? 如果面對這樣的學生人數的下跌 我們教師的人手整體的編排和計劃又是怎樣呢? 可以在這裡回應一下我們所擔心的問題嗎? 就著教師人手和學生人口下降 其實就著教師人手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按老師和班的比例 班師比例 所以就說如果學生的人數少、班級少 教師的編制就會相對應這樣縮小 所以就不會說學生人口下降 其實我們有相對應的措施 就是在學校的班級和開設新學校 我們做各種各樣的措施去調整 包括停辦一些有時限的學校 將一些臨時增加的班數目減少 亦都是通過一些學校的重置 停止再分配新校社等等 這些一系列的措施去處理 因應學生人口下降 可能出現結構性的 長遠學生人口下降的趨勢 謝謝主席 主席 其實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 當然可能都說超越了我們今天討論這個範疇 不過如果你說出生人口一直下降 帶來的不是單是學校裏面的師生比例 怎樣調整這個問題 而是我們各個行業的人手補充在將來都有問題 同時如果這樣的話 教書會不會還是一個好的行業呢 即是說你可能一路路跌 可能以這個篇制來計 計下計下都有成餘的教師 那這個都很令人擔心的 主席 其實就是剛才我想問的比較具體的問題 就真是下去那個小學入學那個數字的預算 因為我真是擔心我們支持了他們 我們理順了教師、主任、校長的薪酬 也都多了升職位 但是如果那個學生人數下跌的話 到時又要殺效又要減人手 就真是令到我們提笑皆非 所以這方面其實你們一定有統計數字 一定有個預算 那究竟這個情況是怎樣呢 就是我們這種擔心會不會出現呢 我們其實是就著這個學生人口的下降 我們一直密切留意著那個最新的數字和情況 但是這一次那個中層人手理順 其實就跟那個班師比例是沒有關係 就是那個如果是學生少了 正如我剛才說 學生少了 學校的班數就會少 所以那個進升的比例 就是他需要的老師少了 那個進升的比例也會少 所以其實基本上 就是處理這一次這個項目的建議 跟學齡人口下降 或者是未來我們要因應著這個學齡人口下降 這個結構性的下降趨勢 我們做在學校調整的一些措施策略 就跟這一次的項目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主席雖然沒有直接關係 但是間接有關係的 因為如果你真的那個學生的人手一直下降 就分分鐘我們現在調整了 可以有些升職了 到時變成多餘了出來 就是這個我覺得今天 我想你很難具體都答到這個問題 不過我就覺得這個擔心的確是並非多餘的 那麼其實這個香港整體的人口的政策是如何呢 其實這個就反而一個更加大的問題 但是今天我相信在這個題目上 也不會有很清楚的答案 也不是只是教育局的問題 多謝主席